如果你的盆井绿植帮死不活 黄叶盆面其简发白 看完这条视频一定可以帮到你 种不好盆井80%以上是浇水出了问题 不干不浇 浇折浇透原则 常人根本无法理解 什么上天浇一次 五天浇一次 完全是下车 这就是上天浇一次的结果 连树一起干了 什么叫干 什么叫透 我们以吃玉土和风化土为例 土越简单 浇水越简单 吃玉土或风化土 干了以后颜色会变浅 表土干到土成十分之一深度 还有颜色就可以浇了 你以为浇到盆底漏水就是浇透了吗 这样只能维持植物生命 不能长得好 因为每次浇水都会被植物吸收或者蒸发 而水分内部的杂质毒素 不会被吸收或蒸发 都留在土里了 时间久了 植物会中毒的 看到白色的一层 不一定是奇茧 是水垢 浇水一定要让土彻底清洗一次 让新水吸食或带走长流杂质 也包括细菌 尤其在高温天气 可以避免浪根 大盆井浇两遍以上 小盆井泡水不用一直泡 而是多泡几遍 千万别浇花 未经发酵过 就算不烧根 也会滋生细菌 中午千万别浇水 那是个误区 不管冬天还是夏天 我都是中午最热的时候浇水 这样浇水 主要是尽量让温差降低 至于说会积到输 没发现 只是人会辛苦一点 浇水经常冲洗叶片 光合作用会更好 叶片也会更漂亮 这样的脂肪也冒 浇水是第一步 还有用途是关键 下期给大家分享 最经济使用的土 感谢你的点赞和分享